英国文学民主 这个太阳名 双臣记 我们就花点时间了解它大概的内容 有兴趣的看一看 没兴趣当然就算了 双臣记 英国的著名小书 这是双臣 伦敦和巴黎 双臣记 两个城市的故事 双臣记 伦敦和巴黎 是英国很有名的小说家 作家 查尔斯·蒂根斯 写了一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长篇历史小说 情节非常感人肺腑 是世界文学的经典民族之一 故事中在巴黎和伦敦两个大学是连接起来 围绕着一生一将和平民出生的革命党夫妇 为首的一个圣岸农民区 展开一个揭开位于法国的贵族 所以一场黑暗面 以及揭发双方之间在十八年前 隐瞒世人与不为人知的幕后的故事 故事里面描写当时的法国王室的终结 法国贵族怎样残害百姓 抢债民旅 插尖人民的邪屋 引起众多人民的愤怒 深恨不满 促使革命党雅各兵派 煽动人民对腐败网织 展开大革命的故事 大时代的背景 他的开场白非常有名 大大是英文的 他的开场白就是双生级 那是最好的时代 也是最坏的时代 那是充满智慧的时代 也是最愚蠢的时代 那是信仰的时代 也是怀疑的时代 那是光明的季节 或是黑暗的季节 那是希望的春天 也是绝望的春天 我们面前即使有一切 或者面对一无所有 我们都迈向天堂 都指奔另外一条路 结而言之 那个时期与现在的时期相去甚远 以至于他的一些 最喧闹的权威坚持 认为他被接受 无论好坏 只在最高的比较之中 最有名是前面这几句话 这几句话 也是最好的这个 也最好的那个 充满这个 也是最愚蠢 用这个对照的手法来写 最主要这一集 是讲的故事大概情节 是讲的 这个文字有点多 但是总比 总比你看整个 总小又太长 中文版都很长 英文的话更复杂 所以这边有兴趣的话 就是大概看一下它内容 那故事情节 要分好几段了 第一段是一位政治犯 复活的训续 就念一下 1775年 11月 一位年迈 有年纪的男子 在大臣 这个字写错了 从伦敦前往 滨海都市 杜佛 后来叫多佛 深沿马车上面 这个男子 是伦敦的太阳森银行的经理 叫做加维斯·劳雷 他的年纪 虽然大 却仍然不顾年迈身去 大臣马车目的 是为了他八十年前 在过去 无法忘记那件事情 18年前 就是1757年 年底 劳雷在泰尔森银行 驻巴黎的工作期间 由于生意的往来 因此劫持了不少法国人 在这些法国人当中 法国的医生 一个叫亚历山大曼奈特 与他的英籍 在英法联姻 妻子跟劳雷是好朋友 他们将财务交给劳雷 与银行所保管 但是 曼奈特却不知道 为什么这样的妻子 将要生小孩临盆前 突然于事都觉 渺无音讯 当时 所有人都急忙找着 曼奈特医生 行踪没有结果 这医生 妻子 医师娘 为此感到悲痛 生了女儿 叫路西曼奈特 在她抚养 两年以后 妈妈也抑郁而终 过世 因此 劳雷带着悲痛的心情 叫路西带去论敦 交给一个善良女佣家 曼奈特医生 18年之后 劳为刚收到银行的搬运工 一个叫杰里 克伦策 所传达的消息 根据杰里的情报指出 曼奈特在18年前还活着 当时他因为不明的原因 被当成政治分开关系 巴士迪监狱的一个牢房里面 最近曼奈特医生被释放之后没多久 因为身心长期受到严重的摧残 变得失忆 处于精神失常状态 所以他就由他的前任的佣人 接一个某区类的酒店的老板 叫奥雷斯特·德巴奇 一条妻子叫泰里莎·德巴奇夫人 提供一个阁楼安顿下来 不过他每天就是用制邪的工具 来去做邪灾度日 当时在监狱靠这个技巧生活 那老雷在拜访路西跟波西小姐的时候 叫曼奈特医生还活着下去告诉他们 所以一开始说你爸爸活着 一开始女儿听闻她早已去世父亲活着 也决定跟老雷去法国 后来老雷跟路西到巴黎的山山东一去 然后在德巴奇代理下找到这个医生 刚开始老医生精神错了 完全不认得法德奇老雷两个人 后来他发现路西的金法 跟王妻的法师很相似 他知道路西的身份我就拥抱他 后来路西和老雷在德巴奇 与正在编世危机 在泰里莎和德巴奇夫人的莫重下 带着这个医生离开酒店 他们就回到伦敦 第二个部分是两个身份不同的青年 革命的开始 过五年之后 这老医生在路西的教导下逐渐康复 让人住在伦敦幼近的宅地里 这老医生在18年前 活着消息迅速 大家都知道 有不少病人 纷纷找着老医生过来治病 因此老医生妇女 生活就开始变有钱了 有一天 伦敦法庭就来处理一桩间谍案件 使着老医生给他女儿路西和老雷都坐在旁边洗手 被告主持有英俊的青年 叫查尔茨丹尼 他因为涉嫌 他在阴法之间 从事不肯告人的秘密行动 被涉嫌以间接罪 遭到起诉 被偿犯的法庭 还有告罚查尔茨的一个叫 约翰 巴萨 他解释 他在五年前目睹查尔茨被告的 他搭乘马车到伦敦去 去驻驻下车 收集一些秘密的情报 查尔茨也解释 他在法国不可能搭乘 说你讲的不对 我是在法国不可能搭乘伦敦到杜佛的马车 被法官给传训的劳雷 也否认在车上灭抗查尔茨 但是这个控告人 约翰取证与查尔茨 并且是要案子灭结果 这次有一个很有才华 但愤世技术 同时担任查尔茨辩护律师的助手 雪尼卡顿 突然在一个编条 写上 写着什么字条 然后叫纸条 有声小谈 认给律师 律师看到纸条后 看清楚查尔茨的容貌手 突然指挥约翰 你什么看错人呢 听着发现 卡顿与查尔茨的样貌 这些 就开始有问题的喧闹起来 因为还不得 看错对方 最后法官就宣判 查尔茨无罪 无罪 虚犯 就没事了 陈茨在法庭上 查尔茨要介绍给老医生 爸爸 但是老医生看到查尔茨的时候 不太高兴 陈茨很担心 因此担扶着爸爸 老医生回去 另一方面 卡顿看着律师上 咒了炫耀 法庭上审判经过 他从以前很早习惯 没有人关注 也爱护了自己行为 而这时候也是 露出变得懒散 笑声广怀的模样 之后 查尔茨跟卡顿 经常办法的老医生 而且对路西亚女人 常常爱慕之情 不然查尔茨曾经跟老医生 父女叙述 他听过伦伦堂令 有人传闻出来 说有人在一次挖掘伦伦堂的时候 在地牢里面发现墙角的一块石墙上 看到某个切碗刻的挖掘 两个字的字迹 那个石墙被挖开里面 只有一团指挥团 至于你们写什么 当然搞不清楚 这老医生还没有听完 查尔茨讲述故事的时候 很激动 但是他看到 我女儿 有介意 恢复常态 别解释 他看到一大滴雨水 滴落在自己的头上 感到惊慌 不过老医却早已猜测 这老医生的行动很怪异 因为他这样查尔茨 误会一下 把他看了十八年前 让他被挂在监狱里面 把他保释监狱里面的二人 就是查尔茨 他无以为二者 就是 断绝的叔父 看着他叔父 叫阿伯里蒙蒂 后绝 可能长得有点像 当时这个后绝 跟他暖身兄弟 就查尔茨一国父亲 找父亲咱们门相 诬陷 这老医生 把他挂在监狱里面 甚至十八年后 遗案做些违非作戴的事情 沉迷九色财气 以及涂炭生理的行情 因此查尔茨对他家族的行为 参与厌恶 越来了解 偶尔茨的长辈是这样的 也不满 继承他过世的母亲 只要他的义 都是找了人群谋生 这时候 查尔茨的叔父 这种侯爵 仍然在他的好华 乡下的大房子 跟其他多数贵族 过着随随皆明 交涉意义的设施生活 每天早上都要有四个友人 来服侍自己 老胡爵很希望他指责 查尔茨的基础 帮我们家族遗产 最近写信给查尔茨 处理家族遗产的手续问题 实际上他是要支配 跟控制查尔茨 当成借口 自然他贿赂约翰的计划失败 就毕竟无法原谅查尔茨 准备平民的想法 所以老胡爵就让查尔茨 把看成家族中的不孝子 打理不道 有一天早上老胡爵 面临他的马夫 加尔茨马车 在拥挤的街道中 失误激态地狂奔 结果马车压死了一个农妇 叫加斯帕德的孩子 申出支付陪伦金 跟这个人 但是无法平息他的愤怒 而劝阻加斯帕德的德法奇 趁着老胡爵离开前 用金币丢为马车 促使老胡爵为大骂群众 老胡爵离与刚来宅地的侄子查尔茨 碰面两开吵架 老胡爵来抱怨这件革命的变动 促使法国王室的失利衰退 还有法国贵族的制度受到限制 想他们无法再过着奢侈的生活 侄子查尔茨表明他早已对俗夫 总是迷裂了社会贵族的生活方式 以所作所谓给他们业务 他打算开始为他们家族 所作所谓真心的忏悔 得到上帝的宽恕原谅 让老胡爵替那个不高兴 争怒批评侄子 决定要抛弃他们家族 就是舍弃益杀的事情 最终让侄子查尔茨知道 以不患而散的方式 直接离开法国 并且劝告他叔叔 应该与人民的处境着想 而不是迷裂贵族的生活 但是叔叔老胡爵 并没有进进去 依然要过着好的生活 而且要准备陷害侄子查尔茨 结果老胡爵在昨天晚上 被人发现在自己的卧室里面 死掉 弃绝生亡 犯案的谋杀 凶手一个小刀刺杀老胡爵 留下纸条上写 送他进入地狱的坟墓 一个革命党人 雅各冰牌留言 一个字条 这位老胡爵被刺杀的消息 死掉了 传遍了法国国内 让很多专制政权的贵族们感到恐慌 会不会我也被杀了 派遣大量的军警追起凶手 几天春后 雅各病派革命党人 聚集在德瓦奇的酒店 开始策划革命行动 泰里莎在编维巾上 编维巾上编维巾 他的维巾 记录着当年贵族们如何残忍 对待百姓 把他写下来 泰里莎非常想要找绝佳的计划 向贵族们展开副手计划 他甚至在晚上向群众面前 鼓舞他们参加革命行动 德瓦奇跟雅各冰派革命分子的少数民众 在酒店内聊到有关巴士尼监狱 一个北塔105号的讯息情报 以及他们在外出听到 赤上前面家老后爵死掉 逃亡被逮捕的一个叫加斯帕德 在一个乡村被判处 缴歇的消息 所以他们于是决定 让贵族们好体验一下 当年老百姓如何被人欺负的 然后另外一个章节 另外一个不是说 范果大哥与风暴重返巴黎 后来范果论查尔斯要求向着他多年的管家 叫阿贝尔盖白乐 将他家族的遗产全部分给老百姓 然后他担任一个法文教室 引起让学生增进 还有路西的仰慕 老医生虽然很介意查尔斯的身份背景 但他为了考虑路西的将来 不得不同意他们两个的婚事 所以老医生跟女儿路西跟查尔斯结婚 女儿跟那个结婚 然后蜜月在两个礼拜 独自在小湖中 开始使用自己的工具 引起老累的注意 老医生要求老医生 为了不要路西感到担忧的员故 就要不要再做了 年纪大了 老医生明白老医的意思 鼓中就保证自己不会再弄鞋子 老医生将她之前的工具给摧毁掉 后来路西又回来看到父亲 毕竟父也很高兴 几天以后 卡顿到老医生的家里祝贺路西 他其实自己无法为路西带来幸福 不过只要能守护他就可以了 路西在卡顿回去之后 当天晚上向查尔解释 他们师傅可以对卡顿好一点 几个月后卡顿在路西的关心下 经常拜访老医生 他们在那时候 什么路西女所喜欢的对象 然后1789年的7月 老医生带着疲惫的心情 也拜访老医生 他告诉老医生 今年来巴黎有动漫 持续动漫 让不少发货贵族开始逃往海外 这就是时候巴黎一些平民 开始分分期待武器枪戒 开始聚集在广场 而以法德基夫妇为首的革命党人 召集圣雅洞里去拼命 拼命破居民 希望巴士地狱开始行动革命 很快烟火迅速熔造 巴士地狱的高塔 于城内直到军队投降为止 德巴基夫妇带着拼命 冲破监狱开始行动革命 德巴基在混乱中 假许有狱卒得到Beta105号时 暗无天日的牢房答案之后 他将这个牢房去查看一下搜索 都要老医生待在这里 牢房里面写了字迹的字条 他在里面上高生指挥民众 将点狱长挟持到庭院内 他观看民众们 将点狱长给殴打打死 手机看下来残忍了 然后命令一位贫民将点狱长手机 高挂在高塔顶上 之后呢 贫民纷纷在城市到山街内 烧毁很多贵族的房子 包括沙斯啊 叔叔啊 侯爵的大房子 就是整个巴黎那边动乱 然后将不少前财政大臣 贵族们不在街上做五路般的游行 就当场出行 吊滑在街道上 路灯啊 要么就送到大陆台上 只有少数新美医院的贵族们 纷纷逃亡到国外 甚至逃亡到英国 聚集在泰尔森银行内下 确保他们财富实话相当无恙 劳林 这些法国贵族们 试图打听法国情况和消息 全部告诉老医生 不过老医生的劝阻 决定要在巴黎 经过抢救 就在巴黎银行的文件资料 这次老了又说了一封信 要给昌尔森的信件 昌尔森接到新闻 发现这事情 这是他的管家 盖白乐写来的求救信 管家盖白乐在信上写着 他虽然加了昌尔森 他的叔父 后绝了家族遗产 全部分别拼命 但是仍然被逮捕 都见了 昌尔森知道盖白乐是因为自己的理由 找到被关家的灾祸 他决定去巴黎营救 这个管家盖白乐 然后跟老医生 跟路西不告而别 都是到了法国 但是他很快 遭到革命法庭的武装的人 抓到 被逃亡证 然后拐入一个监狱 而老医生 跟女儿路西去查尔斯 留下巴黎要到巴黎的消息 迅速跟老医会面 老医生要求老医 确保路西的安全 自己在世俗奔走打听 查尔斯的行踪 看关在哪里 有些老医生在巴士里监狱被 接到的那段经历 让法国人民通行 所以他很快打听到 查尔斯被关在一个监狱的 某个街的消息 而这位银行家 拿了一根查尔斯的处境 他对他的处境 跟他担忧 而老医生认为 如果他将18年前的经历 全部收出来给巴黎的爱国者 这时候查尔斯 他的女婿跟他的官家 会被放出来 但路西在他父亲老医生 出门隔天中午之后 看看丈夫查尔斯的处境感到担心 这时候 资马奇夫妇出现 只要老医生写 查尔斯安然无恙的消息 自己暂时无法回去 治疗交给劳累 直到查尔斯豪宝无伤的时候 路西暂时就不担心了 但爱求太雷莎 不要对查尔斯 有任何不利的举动 但太雷莎跟路西解释 他们被贵族迫害期间 从而没有获得任何关注 和帮助他们 这种痛苦的经历 他带着德巴奇离开 且要求路西 不能只向查尔斯个人处境 另外一方面 老医生在四天之后 回去 遍一下消息 说给银行家劳累厅 老医生解释 他在监狱里面 此间由于革命党人 组成的革命法庭 聚集了不少政治犯 这些草率的判决中 有一千一百多个人 都被送过断头 他就乱杀人了 他跟法庭 以自己称是八十里金屋囚犯 跟德巴奇政一架 希望释放 查尔斯被拒绝 但革命法庭的法官说 他们会确保 不会将查尔斯给出行的承诺 老医生决定看什么 查尔斯知道危险过去才离开 老医生离看监狱后 看了自己的经历 成为三个监狱的医护观察员 去探访女婿 将查尔斯消息告诉了女儿路西 随着时间过去 情况变得严峻了 由于这革命党人的执政期间 他们不只将企图逃亡 失败的国王路易十六 跟王后玛丽安东尼亚夫妇 国王和皇后送上断头台 砍头 甚至将不少政治犯 与若维基下囚的贵族们 送往一个叫格洛提姑娘的断头台 作为学妻也砍头 老医生却依然相信 他一定会尽快挽救女婿差尔斯 后来一年过去以后 路西依然照料父亲跟女儿 每当他对查尔斯的事情 感到担心的时候 他复杂安慰他 后来等到审判的时候 路西还有他爸爸 老医生还有银行家老雷 提早到了革命法庭 而查尔斯被带到法庭 向国民工会解释 他早在革命还没有发生之前 就抛弃贵族身份 离开法国 自己没有涉嫌他王的意思 而老医生激动的 向国民工会的人解释 女婿差尔斯是一个 拯救他的官家 怪不得了 搞到法国 奈特医生 为差尔斯的声明 引起民众的注意 他们一直要求法庭 释放差尔斯 而差尔斯在他的官家 被释放以后 总于从出来 跟太太路西跟岳父老医生 跟岳父老医生 走出革命法庭 然后 差不多到最后 逆转局势的这条内容 为了守护爱人的牺牲行动 事情落幕之后 老医生跟查尔斯跟路西 女婿女儿 原本暂时放松了一点 但是 革命法庭的人员 上前解释 而情况改变 以情况改变 又把女婿差尔斯带走 原因是 检举差尔斯的举动者 居然是得把其夫妇与老医生 隔天早上 差尔斯被送入革命法庭 让老医生感到震惊 然后解释 他也没有做出检举他女婿的行为 但是 革命法庭武装的人员拿着老医生 在18年前留下几条 都要说给观众听 原来 这老医生18年前写了治疗 内容说明他18年时候 查尔斯的叔父老胡爵 与他男生兄弟委托下 到他们的宅地里面去看诊 这老医生不叫事情的详细经过 但是他在别墅的阁楼 放干彩的木屋里面 看到一个病人 一个年轻的妇女 跟一个伸受被剑刺伤的 濒临快死的一个青年 当时他们伤势严重的青年 在临终前跟老医生解释 他与他姐姐都是老胡爵家殿户 他在对老胡爵的兄弟 与他们的亲人 撕下严厉的诅咒期间 描述他们遭遇的经历 自己将他们的妹妹给藏匿起来 远离灾会经过讲这一段 以及老胡爵兄弟犯下杀人 抢劫美女 享受色欲的罪行 因此老医生 打算写信给共警的王子公开这件事情 而写信之前 不切连自己妻子 觉得隐瞒太太 隔天老胡爵的弟媳 叫德亚奈夫人 插死母亲 拜訪老余生 而且是自己 完全无法原谅她丈夫 与小叔的罪行 但她为了考量到她儿子的将来 所以决定将自己的生活 Druber 说不定他们家作店户 生下年轻女农 也就是那对农家姐弟的妹妹 来弥补自己的自责 可能这要敢 但是这无法向那位少女请求原谅 宽恕自己 然后获得上帝 原谅宽恕 所以老医生 明白那位贵妇的善良和好意 决定不坚决她 而是她遭受了侯爵兄弟的陷害 是要被冠入八十点监狱 因此老医生 决定 就算自己处于不利的情况之下 也要把自己的亲眼所目睹的情况 介绍下来 直到有人将这些事情揭发出来 结果查尔斯因为老医生在十八年前留下指教的内容 讲了一大堆事情 判处在二十下内 送入光场 在楼台看后 太太一听到混过去了 这时候刚赶到法国的卡顿 赶紧夫妻露西 但是她与她夫妻老医生回家 原来卡顿听到查尔斯游难消息赶到法国 卡顿安慰老医生一家 或者独自走入巴里的街道中 走入德巴奇开神酒店中 她在武力中 听到德巴奇夫妇与少数民众对话 而德巴奇跟塔里莎说 查尔斯游背负她家族的真心服务代价 她希望德莎 不要把老医生一家 视为仇恨的对象 但塔里莎反驳德巴奇 她说自己正是老医生提到的老侯爵弟媳 德阿乃夫人生前在寻找的农家上面 塔里莎解释老侯爵生前跟她孪生兄弟怎么样 将她的兄姐跟亲友迫害致死 还有自己虽然生缓生缅地面临丧情之痛经过 她发誓不像自己最悲痛的侯爵一足给灭绝 她是绝对不会散发感觉要报仇 她会想到发誓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卡特尔听完整个事情以后 就赶快离开酒店 她跟林昂加劳雷 要求她明早带着老医生一家 迅速离开帕古 将自己的证券交给劳雷 彼此分不劳雷提自己保留座位 然后说这次这个座位有人要求动身了 其实他们打算在下午 在马车内等回来的时候就要离开 卡特尔到了监狱里面跟约翰碰面的时候 贿赂他进入监狱 在监狱的查尔斯写信给岳父老医生和太太遗书 留下遗书在卡顿见面 查尔斯要求卡顿说不希望因为自己的缘故受到牵累 要求他不要用牵累你就走吧 卡顿用马药将查尔斯弄婚 将他交给约翰 而自己只在牢房里等待着他 找给朱迪明 另一方面 老医生在路西亚在劳累安排下 早已准备救虚打上马车 他们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查尔斯看错成卡顿 带着他离开巴黎回到伦敦 等于是换人职的意思 查尔斯要离开巴黎后醒来 他们就重逢了 这个时候 泰里莎到老医生的御所家准备找他们 发现房内淋乱不堪 没有人 查查老医生的佣人 破西小姐等他哥哥约翰 过来与老医生一家会合 当他发现泰里莎手持的短刀跟枪剂 开始二话不说 成功舌剂也没有打起来 结果打落中 女佣破西小姐无意中触碰泰里莎的手枪板剂 导致泰里莎中枪倒立生 破西小姐跟他说 约翰会面迅速离开巴黎 另外一方面 押送当天要撞乱52个鸡品的球车 沿着巴黎的街道到广场 当时假冒查尔斯的卡顿 安慰一名莫须有罪名的女裁缝 比如说去世后说他们会叫仁慈庇护 所以卡顿又要牺牲 带人受过 带人死掉 所以卡顿牺牲到自己换取查尔斯的生命 走入彈头台 后来陆西在时段 卡顿的牺牲换来查尔斯的生命的消息的时候 刚刚哀伤 查尔斯 生育有一个叫卡顿的儿子 来纪念卡顿 跟一家人有过着平静生活 这样讲 感觉不出什么 当然小说里面会写很多 比较悲惨 贵族 欺负 老百姓 还有大夫大革命的动论 但是大概的意思 大概情节是这样的 这一集讲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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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